好了就差这一点点我跟大家一起把它完成吧 不要因为这个小位置啊 大家到时候迷茫了 不知道怎么操作了 那就糟糕了啊 好了 反米尔依然是给它直反针保持住原有的针数 给它完成就好了啊 数一下你的针数现在应该是15针啊 这个时候我觉得尺子的作用呢 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因为我们现在呢 要保持住它的所有行数都应该一样 因为从完成了这个两个色彩的交接 然后你会发现啊 深蓝色线实际上非常明显的 你看就这个 哎现在看不到是吧 大家看这啊 就是这个高度 大家能看到吗 你看你现在跟它非常明显啊 差了这么多 如果我们就是非常客观的啊 老实按照高度厘米来 那反而倒不是非常正确了 所以我们就要索性直接目测它啊 现在看来最少要两行啊 好的我们将这两行呢非常认真的织完 再比对一下啊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看看还相差多少呀 应该已经一样了吧 或者是差一行的样子啊 好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呢是把它 同学们啊 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位置了啊 我们现在要织过这边来 看到了吗 织过这边来之后再到后边 你织完六针之后 就把你织过的那六针给它标记好 提示着自己啊 一会儿不要到这个六针的位置来 因为我们是留到领口的这六针啊 还差一针啊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这个腿片上呢 随便一个位置啊 找到一个不要的一个 没有非常显要的位置的这么一个针啊 这么一个别针 然后给它别在这个地方啊 拿它作为左右的一个分水岭啊 在它的左右是不同的啊 是不同的编织的行数啊 你看 一定要记住啊 下次我们到这一行的时候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不能再碰这边的六针了啊 现在我们正在编织的是 尖头的这九针 大家数一下啊 如果你的针数不是九针 那是非常糟糕的 因为尖头一共才就这几针啊 这个时候如果有变化的话 就会影响到你的主体的部分啊 好了 再次翻过来之后 然后我们把这个六针的这个小针 靠给它弄到前边来 提醒着我们这个位置 靠这边的是不能织的啊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光织这一侧啊 要让它和之前留的那六针 形成一个高度差 它们之间相差两厘米 看 别扣着这边的六针 哎 哦 没掉 在这呢 这边六针是不能动的啊 我们现在只编织这一侧的九针 二四六八九针 好了 翻过来 依然是啊 只编织我们的这九针就好了 看到了吗 中间呢 是这一针啊 这一个别扣在这始终挡着的 好了 我们现在呢 需要再织两行 就已经完全的完成了 这一部分的前片啊 这是最后的两行 这两行完成之后 也预示着你这个整个衣服的 最重要的主体部分 已经完成了啊 在这之后 我们就要进行缝合 以及帽子的编织啊 帽子的编织非常非常的简单 好了 再 翻过来 编织它最后的一行 这一行完成之后 你的所有工作就结束了 要进入一个 新的环节 这个环节是之前 你没有碰到过的啊 也是一个新的知识点 交给大家 交给大家 好了 当你完成了 我看看啊 当你完成了这一部分之后 而且长线是在弧形的外侧 这样才可以啊 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 你的这一位置啊 能够和后背片完美的织缝在一起 现在大家看啊 我们的后背片 一定要给它保证什么样的状态呢 这边的长线 先不能剪断啊 同学们 这长线一会是用于前后尖头的织缝 我们有必要把这个扣呢 给它调节到正面 这个位置上来啊 一会看得清楚一点 好的 我们现在有必要将这个 之前我们已经放下来的 这个前片啊 这个后背片 这个后背片啊 给它调整成哪个状态呢 我要看一下 调整到 调整到 这是反面 看到了吗 调整到这位置是反面 反面和 它的 反面是朝最上面的啊 这一面翻过来 这是正面 这是正面 两个正面相对 对在一起 看到了吗 而且啊 大家要注意 哎呀 我们之前可能没有算计好 但是没关系啊 我们完全可以给它 把这个位置啊 给它调节好 大家看啊 我整个的吧 它的后背的部分 趴在了前片上 而且你留意到了吗 这一部分是正针这一面 这一部分也是正针这一面 这一部分大家千万千万不能搞错 好不好 啊 我们现在需要 把它的之前啊 之前的 而不是现在我们刚刚在织的这一部分 我们刚刚在织的是这一块 对不对 现在的这一部分啊 是它的 之前我们织的那个右前片 和它的后背一片 这一部分 我们需要将它的这位置啊 在尖头 给它织缝上 织缝尖头 其实呢 技术含量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 由于它是 所有会编织的人啊 都采用的一个手法 也就是 大家在 完成前后尖头的时候 都是用 这种方法来织缝 它是一个非常国际性的一个动作啊 所以大家学会之后 特别是对于零基础的新手 学会之后啊 对你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了 对不对 好 这部分正好是两个针尖都朝外的情况下 我们要给它啊 打开之前我们留的这个长线 看到了吗 这个长线的长度 也就是足够我们一会儿啊 要完成它尖头的这个缝合作用的啊 看到了吗 我们把它调整到现在的这个状态 让长线在右侧啊 这面是反面 看到了吗 这些线头你看我们还没有收啊 这面是反面 这面也是直反针的一面啊 我们要给它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 这个不用理会啊 这是为了保护边上这一针的啊 所以留着一个相对来讲长一点的这个线头 看到了吗 我们一会儿要拿第三根针来支缝前后尖头 我们要在前后尖头的位置各取九针来给它支缝上 这个动作需要一个整个一个视频长的时间 大概十分钟左右啊 我们来完成它 用另外一根粗的竹针来配合着完成这一部分 好了我们下一个视频会给大家非常清晰的介绍这一点啊